天子宁有种也,哼,凭强马撞者为之 这句话出自安崇荣之口 他当时任后晋成德军截斗使 把五代四国崩烟迭起的根本原因总结得非常到位 为啥安崇荣会说如此大逆不道的话呢 这还要从后晋皇帝石敬堂起兵那年说起 大家好,今天咱们继续舞的演绎,我是杨丽辉 公元936年,时任河东截斗使的石敬堂 在晋阳起兵造反 安崇荣当时任郑武军巡边指挥时 郑武军在河东西北 河东正好位于郑武军和朝廷的中间 河东起事后,安崇荣就需要选择是投靠河东 还是继续跟随朝廷 这个安崇荣是个关三代 祖父和父亲都是争战沙场的老将 他自己也是生的空无有力,善于其事 尤其是剑术,相当的了得 他本想投靠石敬堂 但其母劝阻不许 他对母亲说 我来补一挂 于是拔了一只剑插在地上 自己远离百步后 鞠躬说道 石躬为天子则中 没想到一发即中 然后又说道 我此行能成节度使则中 又一发而中 其母看到后就同意了他投靠石敬堂 果然石敬堂很快得了天下 安崇荣自己也被封为了陈德军解度使 安崇荣因见过李崇科和石敬堂 都是翻阵起兵德国 现在自己也是一方解度使 心中也暗怀二心 他在郑州招兵买马 不断增强自己的实力 也想要称霸一方 随着实力的不断增强 越来越轻蔑朝廷 就连咒书中也多有不敬之词 朝廷如果稍有批驳 他便反唇相继 石敬堂因为自己就是藩镇起兵 才得到天下 所以对各藩镇也都怀有戒心 义武军解度使房浦玉和安崇荣是二女性家 石敬堂担心他们究竟勾连 就把房浦玉调到陆州任召一军解度使 并任命刘志远为北京留守 暗中防备安崇荣 这里说明一下 北京指的是晋阳 后晋当时有三晋异都 分别是东京汴州开封府 西京洛阳河南府 北京晋阳太原府 和夜都魏州广晋府 都设有留守 相当于戒斗使 安崇荣瞧不上晋国朝廷 更加不屑辽国朝廷 每次碰到辽国来时 都奚落谩骂 有时甚至把辽史杀害 辽主耶里德光向石敬堂问责 石敬堂只好卑躬告罪 安崇荣看不下去 更加的气愤 当时辽国不断征讨 土玉魂突厥和党向各部落 这几个部落 知道安崇荣不喜气单 就联络安崇荣 约定一起返辽 安崇荣上表 给石敬堂说 土玉魂等部落 愿意率部归附 并且党向的定难君 愿意出兵十万 一起攻打辽国 另外 割让给辽国的旧地不重 也都在期盼王师北定 天道人心 不可违抗 新华扫辱 正在此时 陛下你子是辽 穷中国之力 以供外移用堵 海内臣民 无不愤慨 为何不适时北伐 上喜国耻 下岸民望 臣愿为陛下先锋 石敬堂看完咒表 也颇为心动 于是 多次召集群臣讨论 当时 刘志远还没出发 他劝石敬堂 不要相信安崇荣 三维汉 虽然已经在外镇 知道消息后 也写了一道秘咒 给石敬堂 秘咒道 臣妾以为 善于用兵的 待机财阀 不善于用兵的 自不量力 陛下能够得到天下 都是契丹的功劳 现在安崇荣 势勇轻敌 楚玉魂也是借刀报仇 都不是为国考虑 不能听信 我看契丹近年来 兵强马壮 没战必胜 而中国 现在刚刚稳定 和契丹相去甚远 如果断绝关系 咱们还要发兵守住 北方要塞 如此定然 消耗国力慎聚 恐怕到时 镇定之地 不复有民 现在天下出定 苦腹空虚 应该静而守之 劝可农丧 养兵续民 等到国内无忧 民有余力 然后再伺机而动 动必能成 现在内外 各有忧患 以夜都之父强 可谓国家之屏障 臣听说 夜都留守还未复任 陛下应当略加寻衅 一安夜都 希望陛下 明断 石敬堂看到 桑维汉的秘咒 才欣然地说道 真这几日心虚不宁 犹豫不决 得到丧情奏本 方才如梦初行 于是 改任刘志远 为夜都留守 兼合同节度使 催促刘志远 前往夜都 并且下诏 给安重荣说 你身为人臣 家中尚有老母 只因义气之争 就不顾君亲 朕因气丹而得天下 你因朕而富贵 朕不敢忘恩 你却忘了 何爷 现在朕以天下 臣服于气丹 而你 却想以一阵之力抵抗 不亦难忽 请三思而行 否则后悔完以 安重荣得了诏书 完全不听 反而更加的骄诵 身旁之人 也有劝谏的 也都被他诛杀 山南东道节度使 安重荆 镇守相走 这个安重荆 咱们之前提过 李重科起兵 攻打洛阳的时候 就是他在洛阳城中 杀了冯云 逼迫冯道等人 出城相迎 详见第五十六讲 他自视 汉江险耀 也怀有二心 并且已经和安重荣 暗中勾集在了一起 石警堂也防备着安重荆 他派人对安重荆说 青州王建立 因年老想治世 朕已经同意了 特意把青州留给你 你如果乐意 朕立马下旨 安重荆回答道 如果陛下把青州 移到汉江以南 臣就去赴任 石警堂听了此话 心中怒气 但也担心 如果逼击了安重荆 万一他和安重荣一起起兵 朝廷就面临到 被负受敌的局面 于是决定暂且安抚安重荆 不再提调遣之事 安重荆的儿子安红超 现在住在京师 安重荆上表 请求派安红超 回家省亲 石警堂竟然同意了 安重荆见安红超 回到乡州就决计起兵造反 石警堂这边 他想起了桑维汉 让他寻衅夜独之事 于是决定 在天福六年冬季 也就是公元941年 北巡夜独 何宁此时任同行张事 他独自入朝面称道 陛下北行 安重荆趁机必反 理应预先布置 石警堂答道 朕已经安排 郑王石仲贵留守大量 清觉的如何 贺宁道 兵法有言 仙人乃能夺人 陛下此行 精神之事 恐怕难以兼顾 希望你留下空白诏书 三十份 秘密交给郑王 一旦有变 直接在诏书上写上名字 就可以调遣各阵 前往逃逆 石警堂点头同意 一计而行 于是 刘石忠贵留守精神 自己向夜独进发 来到夜独后 得知刘志远 已经派遣部将郭威 把屠玉魂部 引游到了内地 除去了安重荣的羽翼 只等石警堂下令 即可发兵攻打安重荣 石警堂觉得 虽然安重荣有反意 但还没有发迹 不好主动动手 就先派杜仲贵 为天平军基督使 驻运州 马全杰 为安国军基督使 驻行州 秘密调动人马军械 防备安重荣 安重荣写信给安重荣 让他趁京城空虚 起兵掩杀过去 安重荣觉得有道理 于是 在襄州起兵 进攻邓州 石忠贵 听到消息后 立马派遣西京留守 高兴州 为主将 惠同 同州杰斗使 宋彦军 宣徽使 张崇恩 一起讨伐安重荣 调兵令 就直接用石警堂 留给他的空白诏书 邓州杰斗使也姓安 叫安审辉 但他不是安重荣的人 他见安重荣前来攻城 闭门不战 然后非使 向高兴州求援 高兴州立马派遣先锋 陈诗让 带兵万人 持援邓州 安重荣得了探子来报 说邓州援军快到了 不禁惊叉道 石靖堂还没有回来 是何人调兵前将 来得如此迅速 于是 退兵到唐州 陈诗让 见安重荣退兵到唐州 直接带兵 撒向唐州 进军气势如虹 直接冲入安重荣大营 安重荣没料到 进军如此勇猛 吓得连连后退 主将一退 士族自乱 进军趁势 一阵砍杀 向州军溃败 安重荣侥幸 单机逃脱 回到湘州 就连截肚使的硬性也弄丢了 他回到湘州 连忙组织兵力守城 没多久 高兴州 宋燕军 张崇恩等人 陆续来到湘州 把湘州四下围住 安重荣只得闭门坚守 湘州危在旦夕 安重荣这边 他在起兵之前 只照府门外 数十次高的旗杆 和部下说 我如果能射中旗杆上的戎手 必得天命 说着 就一箭射过去 正中旗杆龙手 安重荣大笑 于是集结军队 起兵反叛 但他现在还不知道 安重荣那边败得如此之快 他率大军 向夜渡而来 使劲堂立马让杜仲威 马全杰发兵攻打 杜仲威带兵四万 走到中城西南 和安重荣碰上了 安重荣列阵固守 杜仲威多次挑战 但都被强弩撤退 他见一时 无法攻破安重荣 就想先撤退 部将王冲颖全天道 兵家有进无退 镇州精兵都在中军 请您分兵两队 攻击他左右两翼 我愿带兵直冲中军 到时他们势必难以兼顾 必败无疑 杜仲威一击而行 王冲颖身先士卒 突入镇州中军 镇州军见王冲颖来次休猛 向后烧退 杜仲威见前军得势 也挥兵杀戮 杀得镇州军死伤无数 两万人马 一半被杀 一半逃散 安重荣见全军失利 自己也飞奔而逃 仅待十余人逃回到镇州 此时的镇州已经无兵可用 他只好把老百姓赶到城上 杜仲威来到镇州城下 镇州首将直接打开城门 放官军入城 安重荣赋予顽抗 但最终还是背擒 杜仲威砍了安重荣 把脑袋送到叶都 此时刚过完年 也就是公元942年正月 石敬堂看到一眼安重荣首级 就让人把首级献给了辽主 耶利德光 改曾德军为顺国军 任杜仲威为顺国军 截度使 之前安重荣杀了辽使 辽主耶利德光 还以为是石敬堂暗中受益 就派人问责石敬堂 石敬堂派遣杨彦勋为使 到辽国谢罪 耶利德光怒气冲冲 接见了杨彦勋 杨彦勋却从容的说道 比如家中出了逆子 父母也管不了 该怎么办 耶利德光怒气烧解 但还是扣虑了杨彦勋 不肯放他回去 一直等到安重荣起兵造反 耶利德光才相信 罪在安重荣和石敬堂无关 这才释放了杨彦勋 石敬堂以为 把安重荣首级送到辽国 辽国就会原谅他 但没想到 等来的还是杰择 原来这次是杰问 为何禁军要收纳图一魂 石敬堂回答道 土余魂暗中依附安重荣 不得已才迁入内地 但来使偏偏让石敬堂 杀了土余魂的酋长 石敬堂不敢领命 担心土余魂搅扰中原 但又没法向辽国交差 因此郁闷不已 竟然生起病来 而且这病越来越重 最后竟然卧床不起 乡州这边 在高兴州等人的不断围攻下 乡州城破 安重荣自魂而死 高兴州捉住了安红超等一杆将领 共计43人 送往京城 石敬堂现在还在夜都 已经病入膏肓 他听到捷报 无法肥荆受福 只能唏嘘不已 他置之时日不多 就想着安排后事 石敬堂生有七个儿子 两个早妖 四个被杀 现在仅仅剩下幼子石中瑞 此时才三四岁 他趁冯道来看望自己的时候 虽然宦官把石中瑞报来 但他此时已病得无法说话 就让石中瑞向冯道行礼 抑郁脱钩冯道 没多久 石敬堂病死 享年五十一岁 他在位七年 后来被上妙号为高祖 按道理 冯道应该服侍石中瑞 在零前即位 但冯道是一个模棱两可的人物 他找禁军首领景严广商议 景严广暗中已经许诺了石中瑞 于是说道 国家多难 英力掌军 冯道向来不做主张 就依了景严广 迎石中瑞来叶都 石中瑞来到叶都 在石敬堂林前即位 大赦天下 本以为这个石中瑞年纪稍大 并且也经历了不少风雨 应该能做好一国之主 但没想到即位后的石中瑞 形势竟然一点也不稳重 特别是他和自己神母 冯氏之间发生的事情 让人感到羞耻不已 那他做了什么事情呢 咱们下一讲 接着分解 我在后台看到数据分析 看我视频的人 都是有文化有修养的人 肯定值得点赞三连加关注 能鼓励我继续创作更好的内容 谢谢大家 我是杨立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